持续带您关心这个凯米台风 一个最新状况 现场的雨是相当的大 土石流是不断的从这个山上冲刷而下 台风过境 台29线骑山路段 马路变水路 这个游览车是直接陷在了 这个土石泥泥里面 这个驾驶还是在这个车上打电话 隔着中央翻隔户 滚滚黄水就像小河一样满溢出来 泥水包围着的是一辆游览车 状况危机 现场前方的道路是整个完全封闭起来 只能从另一个方向来做通行 25号接近中午12点台 29线79公里佛光山附近 交通几乎停满 因为土石流毫无预警冲下 载着越南籍旅客的游览车 被迫停在道路中间 游览车刚好行进 那行进之后的话 我们它的前轮就有点卡住 前后有被土砂卡住 然后等于说它的那个轮胎都会空转打 当时游览车上韩司机一共19人 第一时间司机疏散了游客 到对面的空地上 当时他们已经结束南部行程 准备到台中 没有想到遭遇意外 旁边就是高屏溪的 上面坡比较容易会有那种 土石滩滑跟土石流 台风雨势不断 发生土石流的地点 就位在高屏溪旁 公路段透过了监视器 发现多个泥流路段 调派挖土机足以疏通 还好除了游览车卡住之外 并没有人员伤亡 虚惊一场 三地新闻成员 黄大卫 朱宇荣 高雄报导 三地新闻